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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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 TUN 你看到今天這樣的陣容 你就知道這個是一個 中式的湯 與此同時,它也是 這陣子比較輕的 養生火鍋 吃完會很美 其實你是去吃火鍋 最後也是放了一大群肥牛 所以養生火鍋 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湯 叫做美人鍋 每間不同的店 這個美人鍋都有不同的做法 而且差很遠 有些日式 然後有些是 煲得像啫喱狀 這次這個 是比較多的中藥材料 你可以先看看材料 要的東西都挺多的 但是去一間中藥財店 或者街市 其實你一定可以買在一起 大部分的東西 雖然說是中藥,但是很常見 還有很多時候煲一下其他湯 煲雞湯 都是會見得到他們的 首先我們準備了一個雞 那雞就是最複雜的 其他那些的東西你要預先準備 就是浸肚膠 不過我們等一下再說 我們這隻雞 是跟平時的雞 有一點點不同的 你看到 它是全黑的 這隻叫做 竹絲雞 竹絲雞通常都是 用來煲湯用的多 首先要處理一下 把不要的部分拿走 看看你要不要頭 頸是要的,頭我就 比較害怕的看到它 所以我就不要頭 而且尾巴和脂肪 都可以預先先砍掉它 那我們頭就不要了 然後頸是要的 我們會放進去煲的 但是脂肪就可以預先 先刮出來 而且頸那塊皮 最好不要 因為有時候有些雞 它們的頸會有些類似 一粒粒的結 那就不太好 我們都不需要的 我們只需要一條頸這個肉 雞腳都可以預先砍出來 等一下會方便一點吃 之後呢 這裡 這個整塊切了它 然後反開裡面 都會有一些脂肪 這些脂肪呢 都不要了 這些雞 為什麼它是黑色的呢 就是因為它本身的皮裡面 有一種色素 有一種黑色的色素 所以導致它層皮 就會變成黑色 但是為什麼平時 你很少看它會用來吃呢 因為它的肉 跟平時我們吃開的那些雞 那些雞肉 有一點點不同的 口感 其實就這樣煮來吃 就不是那麼好吃的 多數呢 都是 放進來做雞湯 這樣呢 營養 比一般那些雞 豐富一點 我們呢 整隻呢 就準備好了 因為這隻是小的 我們可以放進鍋裡 不要斬到它一塊塊 把有用的東西 集合起來 有多少 預先洗乾淨 還有一個呢 就是金華火腿 我們呢 都要把它 切開一點點 因為一塊太大塊 那我們呢 會放進去一起出水 所以就 不介意可以用同一塊砧板 切細一點點 金華火腿 都是一些 放在露天曬 不會太好保存 所以呢 它也是必須要 用一些滾水 灑一灑它 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我們要少少金華火腿 拿個鍋出來 之後呢 我們呢 把水呢 加進去 那與此同時呢 就可以把 我們需要出水 這個步驟的東西 都放進去 凍水下的 火腿 煮到它呢 水滾 那之後呢 就馬上把所有的東西夾出來 這個步驟呢 就是把 不乾淨的東西 煮一煮 煮走它 那但是呢 就不是要煮熟 我們要的材料 所以呢 就是用凍水 因為凍水呢 就可以令到 同部裡面的東西 同那些水呢 同一時間升溫 就不是你熱水放進去 一次過呢 就會煮熟了 那個東西的表面 你想它煮出來 那些 血水呀 骯髒東西呀 就不會讓它 因為煮熟了 封在裡面 那與此同時呢 你可以做的就是 把其他的材料拿去 沖一沖 或者浸一浸 等一下呢 水滾了 煮好了 就會全部放進去一起煮 另外呢 有一件事要先準備的 就是呢 我們現在手上這個 土膠了 那土膠呢 要做一晚浸的 如果不是呢 你是不會浸得開它 它是煮不到的 浸的上來呢 你要遇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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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的 因為它一浸就會發大很多倍 那如果呢 不夠水呢 它就會浪上來的頂 那些呢 就會浸不到的 那浸好之後呢 就要將雜質呢 撩走它 如果你想看回怎樣做呢 我們之前呢 這個土膠呢 用來做過一個糖水的 你可以看回之前那個片 那我們呢 拿筷子出來 養一養它 讓它不要黏死了 好 先翻轉一隻雞 那你見到呢 那個鍋裡面呢 開始有一些呢 浩抹這些就是那些 那些 血裡面的蛋白 那你煮一煮它 這些是一些雜味來的 如果你 沒有做這個步驟呢 煮出來這一步呢 你會聞到有些腥味的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步驟做了這個之後呢 那那個湯呢 就會比較清一點 還有呢 這個鍋呢 有兩個做法的 要是你直接煮 有些人會喜歡燉的 燉呢 其實就是低溫 或者用一個蒸的方法 蒸成煲湯 那個湯的顏色呢 會比較透明一點 清一點 因為它沒有了那個翻滾的動作 那你見到呢 我們要做就是 攪一攪它 慢慢讓它水滾 之後呢 拿個碗出來 把其他東西 都放進去 我們這裡有一些 杞子 那也要幾多的杞子 另外紅棗藍棗 很多中藥材 我們開始 有關中醫的部分呢 我們已經解答不了 你知道啦 做高質素的內容呢 是沒有回報的 所以我們呢 請不到我們偉大的中醫過來幫忙 那這裡有一些 檔心 檔心就是很重的藥材味的 一個材料來的 這個雞湯的藥材味 主要是來自這堆東西的 之後呢 還有淮山 忘記了什麼 不知道什麼功用 總之煲湯也是這家的 除了土膠之外呢 其他東西呢 都吸煲的 所以可以先拿去沖乾淨它 那與此同時呢 這一邊呢 已經水滾了 水滾就拿得起了 我們現在呢 不是直接煲雞湯 所以呢 它不需要煲這麼久的 然後夾回呢 我們剛才呢 那些材料出來 你看不看到這個鍋裡面啊 現在 是不是都看到這層東西啊 如果你是勇者呢 你就可以不一口試一下 那你就會真正明白 我們這個步驟呢 是為了什麼的 將這盆水倒進去 洗乾淨的鍋 再呢 放這麼多水回來 好 那一切呢 準備好呢 就可以呢 開火呢 煲湯啦 其他這些材料呢 已經呢 預先這樣呢 沖乾淨了 那你有時間呢 這些材料呢 你可以先浸一浸它先的 你先沖乾淨 之後呢 浸完那些水呢 就呢 倒進去一起煲 好像這些龍眼肉啊 還有杞子呢 你稍微浸一浸它呢 它的味已經會出來了 你平時可以呢 拿來呢 灑一炸下去呢 平時沖茶喝都可以的 好 冷水滾 沒有東西做 簡單 輕鬆 如果你真的完全沒有東西做呢 你就可以呢 把土膠的雜質呢 慢慢的 很細心的撩走它 我們先選一選 我忘了剪腳甲 不如剪掉它 它呢 這個雞呢 好可愛的 它呢 這三隻腳趾是在前面的 後面有兩隻腳趾 而呢 這兩隻腳趾呢 是黏在一起的 即是在一隻腳趾裡面 生了兩隻腳趾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不放下去呢 那你看呢 它都準備水滾了 那我們呢 就可以呢 下材料了 慢慢下 那你預算有這麼大大的湯煲 那水量呢 就沒什麼所謂的隨意 大家都是一鍋湯的大小 那如果你人多 你就多加一點水 那就稍微稀一點 那你如果打火鍋呢 我勸大家呢 打之前呢 最好呢 就是喝一個湯先 不要等那些肥牛啊 腌啊 那些東西呢 全部都放下去 之後你才來喝 那些你不是聚集了無數材料的精華煲出來的湯來的 這樣反而 是令到湯沒那麼好喝的 所以呢 你可以先喝一下 之後再加水再打火鍋 那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 接著呢 下了其他的材料了 好 那全部材料都下了 就可以呢 加蓋了 煲它一個小時至兩個小時 那我們拿個中間 過半小時 最後半小時呢 就呢 下了些土膠下去 因為呢 煲太久呢 它們會爛掉 沒有了口感的 就是這樣了 蓋上蓋 好 那煲了一個小時了 是時候呢 打開看一下了 之後呢 加上我們的土膠下去 這樣就對了 準備一下 3 2 1 打開 嘩 嘩 嘩 鏡頭蒙了 再來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電視節目 就是這樣了 好 準備 3 2 1 打開 嘩 嘩 立刻沒有東西 鏡頭沒有看 非常之好 我真的覺得 之後呢 加上我們的桃膠下去 隨便加 試一試味 嗯 很多甜味 因為那些龍眼肉的甜味 那煲完呢 差不多呢 你就可以 跟回水量 或者你可能加多點水 然後呢 就加鹽調味 煲了半個小時 好了 夠了 我們又來看一下 煲成怎樣了 準備 1 2 3 這樣啊 不會吹到鏡頭 同一招對成鬥士 那我們呢 今次呢 這個煲呢 就是這樣呢 就完成了 你可以呢 放一點鹽 那你見呢 那些材料呢 都已經非常之美味 你看那些土膠啊 紅棗啊 淮山勁大塊 那然後那個雞呢 都已經是超級軟 你可以呢 直接刀開它就可以吃 你看 之後將材料 放在上面 看一看 好 完成 好 那經過了兩個小時呢 我們這個呢 美人鍋 其實都不知道美在哪裏 黑咕嚕 就是這樣 完成了 你可以拿來打火爐也可以 拿來就這樣喝也可以 我就建議真的喝了先 然後再加點水 打火爐 或者呢 當你呢 其實吃完那些雞肉那些 已經飽了七成多了 那可以少買些材料 那也是一個呢 挺健康的一餐來的 就是這樣啦 那今集呢 就來到這裡了 記得按讚Facebook和Apple 以及訂閱啦 喜歡可以加入會員贊助 我們同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呢 都會有新片的 好 好 喝湯 下次再見 拜拜